好,欢迎再次来到金豆甲 好,那这是周末,周六我们做的一个新的设计 这是我从温哥华一回来 好,那我们就三个人 李沙德、周扬和我 我们三个人设计了这个 好,那这个呢就是把这个余赛公生 可以看到这个种植床 而且有两种种植床 一种是就是方形的,放在脚上的 还有一种是用一个就是模仿那个gutter 就是那种防盐的接雨水的那个槽子 这个不一定 那我呢是因为有现成就有gutter 对吧,我们就买来 那么而且也都有配件 独头都有,什么都有 就是我就直接用那个用 当然我们正式的产品 那就是专门生产了 总之是这是一个 一个指导性的 对工厂一个指导性的设计 那么要让大家知道 这个我们这样的设计是 理念是什么 就是说他把这个 鱼赛公生和那个游泳池结合在一起 所以这是这个设计的主要的点 好,那他采用的是方形的游泳池 那么这个游泳池呢 那这个游泳池呢 我们是就是游泳池是方形的 然后但是呢我们根据金豆甲的这个结构呢 我们就隔出了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还是蛮大的了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是游泳 那这个地方我们还特别是显示了 放了一个这样的一种 这个就是用方块表示了 这就是你知道那个 endless pool就是那种无止境的 那个游泳池 就是说他可以人为的去创造一个水流 一个比较强的那个水流 就是把水从别的地方打到这里 然后再冲出来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是逆着这个水流去游泳 这样的话呢就不需要很大的地方 就是说从相对其他的参照器来讲 你是不动的 但是实际上你相对于这个水流你是动的 所以这个这样的话呢 就不需要很大的空间 你就还是可以游泳 所以而且何况这个空间还是蛮大的 那这个呢 这种设计我们是利用了这个金豆甲17G17 也就是说他的边长还是大概不变 当然稍微增加了一点点 但是他这个膜的这部分还是17乘17 只是呢在这个膜的下边呢 给他创造了一个四英尺的区域 几下挖大概大概一英尺 那么然后呢总共是四英尺 虽然跟我的相似 只是说呢他不需要挖那么深 就是往下只要挖一英尺 然后上边三英尺 然后水呢三英水是三英尺 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就是水跟上沿呢 有一英尺 所以大概是这么样一种情况 那目的呢就是我们采取这种设计就是 就是一个整合化的 就是说让这个这里边的水体是最多 因为这样来算这水体非常多了 三英尺的深 那么然后是17乘17 这样的一个体积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水体有多少 所以大量的水体 这就是我们希望就是最大限度的增加水体 增加蓄热的这样一个能力 以至于呢无论有多少的阳光 多少的热量 阳光是带进热量 这里很多人都问 你这个膜好像不太透明啊 真的这不是影响阳光照射吗 这是因为你不知道 实际上光合作用 它这个主要用的是不错 有可见光 但是还有紫外光 实际上高频的部分 是主要的部分 就是这个光合作用 那么然后这个热的热能的部分呢 它是在红光和红外 这样的区域 所以这里呢 这个就你表面可能看 这个膜显示比较透明了 那我们现在能找到的膜 它这个基部是白色的 那么这是跟它的制造制造的过程有关 那我们希望连基部都是都是透明的 然后呢 两边用硅胶附膜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就做出来的就是 透明度还是蛮高的 但是呢现在的我们能找到的还没达到 我们的一种就是非常严格的设计要求 为此我们会要自己 自己会要制造自己需要的膜 但是现在我们就用市面上可以找到 还是不错的了 透光力还是不错的 所以这个这样的话 这个用这种现在市面上的这种膜的结构来做的呢 就是看起来好像是白色的 但是它还是透光度还是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这个整体的设计就是把这个 鱼菜公升和游泳池结合在一起 大量增加水体 同时呢又有大量的空间来去养鱼种菜 那么养鱼的地方呢就可以 因为这个整个是游泳池 然后呢这个隔开的部分 这个隔开的部分呢 就是目的是让游泳的人不至于 这个跑到其他的地方 对吧 小孩可能他他愿意到处乱乱跑 那所以这里是全是隔开的 就是我们做了这么样一个 从这边看的像Y字形 像一个Y 那么就是这么样一个空间 那这个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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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的这边 是就靠近靠近边上了 但是这边呢就用那种多网的 那么多孔的那个那种可以叫Wire Mesh 就是用不锈钢啊或者是铝铝的铝丝 比较粗的铝丝来编织的一个区 这样的话呢 就是他水还是可以跟这边 产生自由的流动 但是呢这个这个人就人就过不去了 那么这边 如果你养鱼这笔鱼也过不来 对不对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如果你的水质好 那人鱼共游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大自然就是这样的 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养鱼就是为了要 说出来增加你的高密度养鱼 才造成有机质很多 那不太适合游泳 但是如果是像天然那种环境养鱼呢 那就没有问题 人和鱼在一起游 都没问题 但是呢有人可能还是有担心 那么有人就是不知道 他就觉得这个对吧 就是要高密度养鱼 那样的话 我们建议呢 这个区域全是全是这个你可以利用的 你可以是在这里头放置一些 相似的或者是筒状的鱼池 那么这样的话呢 那目的就是说你这个热交换的事情啊 这样的话 因为有了水体啊 这是极热的水体 那么你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 通过鱼池 嵌在水里啊 那么跟他形成交换热交换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啊 那么去保证整个啊 这个水体啊 这个整个这个水体就是一个稳定态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了解金豆茄啊 就是独阳无顶的技术 就是关键就是我们要创造一个稳定态啊 就是在热源就太阳和冷源就是这个水 那么这两个之间呢 创造一种啊 这个有机的啊 那么最佳的一种配搭啊 让冷热结合啊 所以这样的就构成了啊 中间啊 我们就是在这两个啊 一个高热和低热的两个之间 构成了一个啊 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啊 一个温度可控 光度可控啊 这个光度可以通过啊 这个水这个肥雕炮啊 那么去啊 这个肥雕炮是主要是折氧保温啊 但是呢 在平时的时候呢 啊 对啊就是在有太阳的时候 实际上最多运行的还是水磨啊 形成一个水的水物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更有效的吸收太阳光啊 又不影响太阳光进入啊 是这么个是这么个道理啊 所以呢这个就是啊 我们的最新的设计啊 我们相信这样的设计呢 就可以满足各方面的要求啊 那么喜欢游泳的啊 那么就有你有一个 先打这样这样的设计 就有一个游泳池啊 那么你也可以加进去那种 那种安泳池铺的那种啊 那么水流发生器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很模拟水啊 这个像河 河水的那种洞啊 甚至湍急的那种很很快的快速运动的 这样情况啊 那么这个这个部位呢 我们是这个敞开的 我们是考虑到夏天比较热啊 有人喜欢啊 实际上啊 你用这个就是能 你能创造比较舒适的空间 但是有些时候呢 特别是夏天你可能要 敞开啊 有一个过堂风 那么这样的话呢 啊 凉爽啊 那么这个 所以这个夏天就可以呢 这是拉锁的这个可以做门啊 那么就夏天就是可以敞开啊 冬天呢 就可以把这两层啊 都是用拉锁锁起来 然后呢 这个边上的这个部分呢 又可以打开 这样的话呢 啊 这个门的部分也可以用肥皂泡啊 这个来这个保温啊 来个这个 创造一个啊 用肥皂肥皂泡啊 来这个保温的地方 否则的话这个门就成了一个啊 冬天啊 就成了一个大量的啊 可以去损失热量的路肺 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 那这边 我们设计了这么样一个啊 有一个大的 比较大的啊 那个一个 decking 就是说一个一个平台啊 两层的啊 那这样的话 人可以坐在这儿 那么或者是啊 在这里有个party啊 什么的啊 总之这是 即娱乐和种养殖啊 一体的一种设计啊 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那么 下游泳池呢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梯子下去啊 那么上这个 这个种植区呢 就是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梯子 也就是说 这 这又是一个入口 那边也可以入 这边也可以入 这边就是一般是 这个 这个种植的时候才要用的啊 那总之 这个这个梯子啊 这个梯子是固定在 这一部分 这部分有个横梁啊 固定在这个 跟这是一 要连接的啊 然后呢 这个平台呢 是一个祸口啊 就是现在跟我的 我在我家后院是完全一样的 就这样 有这样一个祸口 啊 这样的话呢 梯子就斜搭在上头 然后就 人踩在上面 踩着就上去了 所以 上下都是固定的 所以这个梯子 就可以啊 非常稳固啊 啊 这个平台呢 是比这个种植床 要低一些啊 大概是低啊 两个英尺吧 这样的情形 然后呢 目的就是将你去站在这儿啊 来种彩 就不用啊 这个弯很大的腰啊 就稍微低一下就可以 来试弄这些的 种植床里的东西啊 那么我已经说过啊 种植床采取两种的 一种是脚上的 就是采取固定的啊 这个不用移动的啊 然后我们采纳的是沙啊 我们建议的是河沙 用河沙呢 来做一个戒指啊 所以这个是沙床啊 沙床种植啊 沙床种植 沙床种植 无土栽培 好 那么 这种沙子当然都是洗过啊 塞过的啊 所以它 不会有任何的杂草的种子 在里头啊 所以只有沙子 所以这个就是 就杜绝了 把草 任何的草啊 的种子带进来 所以这里就是不用 根本就不用除草了 然后呢 这个 整个又是自动的 整个又是自动的啊 那么只 只需要 这个可以分成四个 如果分成四个区 如果你是四个 鱼池 那么就是四个 四套种植床啊 那么这样可以四个水泵啊 所以这里就是 当然你也可以 一个水泵 然后大一点水泵 也可以是 一次浇灌也是可能的啊 总之这个是 我们说有一个设计了啊 它这个 关键的点就是 这个沙床的体积要是 鱼池的这个水的啊 鱼就养鱼的那部分 水体积的1.5倍 至少是1.5倍啊 更高一点更好啊 就是说 确保呢 这个沙床有足够的 这个消化菌啊 把这个 鱼分里的那个鲍 鲍那是可以让鱼中毒死亡的啊 所以让它里边那个鲍 给它转换成硝酸盐啊 就是淡肥啊 那么是这么样的情况啊 啊 其他都一样啊 还是两个 肥皂泡发生器 分别装在 南边和北面啊 那么 这样一个情况啊 所以这就是最新的一个设计啊 我们 我相信这个可能会成为 最卖的最好的一个产品吧 因为它其实什么都有了啊 结合了这个玉乐和种植啊 所以啊 因为很多人可能还没意识到啊 这个 种自己种菜是必须的啊 那现在 你在商店还能买到啊 虽然不那么好吃啊 不是有机的 但是呢 毕竟还能买到啊 但是 可能到了一定时候 你可能 会出现啊 买不到啊 那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用这种方法自己种 而且自己种 书心 吃的书心 而且是新鲜的啊 所以 说真的严格甚至来讲都不用冰箱了 这就是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活的冰箱啊 那就是一切都是 这些所有的植物啊 鱼啊都是活的啊 所以你可以直接 而且里面非常干净啊 那 也没有灰尘啊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甚至 都不用洗吃 都是很安全的啊 所以 这是 啊 对吧 这是 为着一个 可以这个 直接建的后院 对吧 你这样的话 又可以有游泳池 又有又有游泳池 又可以养鱼种菜啊 那么当然有的人说 那我不 他不养鱼种菜 行不行 那当然也行了 你是在 这个区域种花呗 对不对 种花草呗 对不对 所以总之这是个人的选择 但是呢 这种设计 它可以 有了大量的一个空间啊 就是在水面以上啊 就是有一个啊 这个叫decking啊 就是平台啊 那这个平台呢 你甚至可以去啊 那么在那睡觉啊 那夏天在那睡觉 那都是非常好的啊 那么当然是短暂的啊 因为这个不是设计 不是为了要助人的啊 但是你可以临时性的啊 比如或者甚至啊 你家有些地震地带啊 那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防震 防震棚 对吧 所以是非常好的啊 总之啊 那是我们啊 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啊 我就简单说一下啊 那 那我们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提供 两种的啊 这个金四十七 金四G十七啊 我们这个的代号 叫SAS for Swimming 就是因为它有游泳池 A for Aquaponics 就是这个鱼晒公升啊 那么而且这是沙床的啊 以沙床为基础的鱼晒公升啊 所以这是然后1.5 1.5指的是它的高度啊 那一楼再加上上面的啊 实际上是多于一半 因为它是晚上越来越小 所以我们就上面就涮眼0.5 所以这个这个就是一层啊 但实际上它在下边还有这个游泳池啊 游泳池啊 大概是这样 那么G G就代表Grandy啊 就是指的是这个这个模 几乎拉到底部啊 拉到底部 那这里呢有一点的啊 所以立面墙啊 这个就是绝缘的了啊 所以这个游泳池 其实它是实际上用啊 那个采钢板啊 那么中间有绝缘 绝缘这个材料的采钢板来去制作啊 这样的话呢就非常的结实 然后里边呢 游泳池里边在用那种专门的游泳池布啊 甚至我们甚至可以用同样的布啊 就是玻璃纤维啊 用做外膜的这个这个布也可以做游泳池 因为它实际上是两边镀上了硅胶啊 所以它不透水的啊 很结实啊 总之是大概这么样一个情况啊 那啊 我们就有两个 就是G17呢就有两个设计啊 一个就是非常基本的啊 那个是最便宜的啊 那个是呃就是股价 加上呢 啊这些对吧 这些股价就包括蜘蛛啦 包括这些你看到的 就是结构的这个部分 然后呢就是一个膜啊 肥料发放生器啊 风扇这些都有啊 那么多孔膜还有喷头啊 这个就是保证它基本的运行的啊 那么还有一个呃这个啊 成装肥料液的池子啊 所以这个是说煤池它基本的运作 这是一个啊 这就是最基本的啊 那你可以买来你自己做其他的对吧 啊所以这个最基本的时间不包括啊 不包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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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种植区的这个这个部分啊 也不包括这个平台啊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说你买了以后你可以自己去啊 可以去考虑怎么利用里面的空间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这个呢就是什么都包括了啊 就是你不用去考虑了啊 就是我们根据啊 就是我们根据啊 我自己在耗月儿所摸索的这个 微载一载工程啊 那么再加上啊 那我们的呃跟跟这个游泳池啊 的一种结合啊 那么有的这样一个设计啊 这个设计呢 那当然比那个基本的那个要贵一些啊 因为它包括了所有的东西啊 可能不包括这个这部分啊 这个是你要在当地建啊 但是其他的部分啊 其他的部分跟这个整个运行这个相关的部分呢 就我们是包括了啊 所以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 像这个楼梯呢 也也是可以也是不包括的啊 这个因为这个很容易去建一个这样的楼梯啊 嗯 所以就是这么样一个情况啊 包括种植床啊 那么这样的一种调形的啊 很很比较这个轻啊 相对来讲比较轻啊 也比较好 就是可以挪挪移的啊 就是说假设这个啊 已经都种好菜了 你就直接拿着这个就可以去到送人啊 或者是卖啊 或者是对吧 总之就直接一个就拿走了啊 那么即使带着沙的也不是那么沉啊 所以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当然还有一些细节我没有画了 对吧 因为他是水是从啊 这个鱼池里头打到上面啊 打到上面以后 他可以分区啊 分区来去啊 去等于浇灌啊 那么是从一头进水 然后呢 水就从这有一个倾斜度 然后他就会流到另外一头啊 另外一头以后在他他下面这边会啊 就是细节没有画 这边有一个接住水的槽子啊 所以这样的话 然后通过这个槽子再返回到啊 再再有一些有一些机制返回到鱼池啊 是大概这样很简单啊 就把鱼池的水打到上面 然后通过啊 这样的话鱼的粪便就留在沙子表面嘛 然后水就就下去了啊 所以这是一种物理的过滤 又是生化过滤啊 因为他里面有沙子里可以啊 有大量的细菌啊 那么就是轻氧的需要氧气的啊 所以这就是啊 我们要每两个小时打一次水 每次十分钟啊 这样的话 每次十分钟就可以保证 嗯 因为你就分这个四个区嘛 然后对应的会有 有一个 有一个鱼池 那么那那这沙 沙子体积是水的 这个鱼池的水的1.5倍 至少1.5倍啊 那这样一个比例 然后呢 每 呃 两个小时打一次 每次十分钟 这十分钟呢 就等于 给几乎是给整个鱼池换了一次水啊 那么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 每两个小时 才需要做一次啊 所以这样就可以保证 呃 鱼池里的水非常的干净啊 那么因为他过滤的充分啊 转化成分啊 所以这样的话 也就不会 发生死鱼的事情啊 呃 所以这是最简单的 贵沙 雨晒工生啊 那 大概就是这么样吧 还有 什么啊 不清楚的 那么可以 在我们的油管啊 或者是 那么大陆QQ啊 视频 或者是我们的公众微信号 那么你可以留言啊 可以询问啊 可以探讨啊 那么 呀 价格我们还在 还没有核算 因为这是刚刚出来的一个设计啊 我们会 让上海的工厂啊 根据这个 给一个核算啊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有 呃 但是这样的产品就有 但是这样的一种设计就有两种啊 一种是基本的就是什么都就具有基本的功能啊 但是没有游泳池啊 没有种植床啊 雨晒工生啊 那是由你自己来决定怎么做啊 那 但是这个呢 就什么都有啊 这个就是主要的部分啊 就是除了这个deck 这两边的什么楼梯没有啊 在这里边什么都有啊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啊 非常容易的啊 只是向下挖啊 一英尺啊 那么 就可以立起这样一个游泳池啊 水深是三英尺啊 对不起 水深是三英尺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保证大量的水体来吸收啊 这个完全敞开的这样一个结构的 所能得到的最多的太阳能啊 把它储存在水里啊 然后使得整个啊 整个的这个环境啊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啊 一个啊 嗯 稳定态啊 那么这样可以调节啊 这个空气中的温度啊 包括空气的速度啊 都是可以去可调了啊 嗯 大概就这么样一个情况啊 嗯 应该没有什么漏掉的啊 OK 好 那就这样啊 我们下次再见啊